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慢聊 上一期我们说到,童帝在与转身凤凰男的战斗中,不得已之下召唤出了神勇巨人 虽然其看似威武雄壮,但却存在着时间限制这个弊端 同时在逐队有瓦钢巴的助攻下,凤凰男也立马明白了里面的蹊跷 这下就不好玩了,那么童帝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倒凤凰男吗? 这期间又会遇到谁呢?让我们一起往下看吧 话不多说,童帝立马连接了神经回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得速战速决才行 虽然这原本是为了对付寡人王大蛇的绝招,但竟然被他看到了,就绝不能放过他 将瓦钢巴藏进后备箱,童帝启动了武器装备 哼,要上了 尖辞,凤凰男抖擦着双翼,蠢蠢欲动 哼,还藏着这么大的玩偶符啊 从生之后竟然碰上这种家伙,果然是天意 你说,这是玩偶符?可别跟你那个相提并论啊 神勇巨人可是聚集了我科学里精华的终极兵器 那又如何? 只见凤凰男双手指天聚起,然后朝帝士气发功 在一阵奏语之下,童帝就像似被抽了红一般进入到了另一领域 诶,怎么回事? 显示屏故障了吗? 我的神勇巨人快回答我 这不是故障哦 子丽师,只有玩偶符里面才能共有的特别的精神空间 你也可以叫它凤凰空间 现在的环境应该是我心里的写照 这玄乎其转的技能童帝不可置信 精神空间?难道不是幻觉剂之类导致的吗? 其实自古以来,就有巫师之类的人 有玩偶符假扮神灵,并利用其通往异世界 而凤凰男之所以要如此大费周章 完全是以为自己相中了他,想要拉拢他 童帝,你拥有像我一样 能够成为优秀的玩偶符怪人的资质 你说什么? 你难道没发觉吗? 在众英雄之中,你是拥有黑暗面最多的人 啊?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是想引诱我动摇的作战吗? 还真的我是小朋友了呀? 你以为你的那些鬼话真的有用吗? 再说了,S级英雄里面 可是有很多比我还黑暗的人呢 嗯,虽然是这样没错 但其他人并没有你积攒的压力多吧 一语集中,童帝却仍旧表现得云淡风轻 压力,你在说什么? 逞强是没用的 缩着,并且凤凰男一个阴阳质 直接搓进了童帝的脑袋 别费劲了 则是思念体,是无法被物理干涉的 嗯?抱歉啊,童帝,我误会了 你跟我一样都是被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很辛苦吧? 所以你才变得完全无法信任周围的人了 但其实,你一直想要有能够信赖的同伴 和能让自己正确行动的组织 一语道破,童帝收敛起了自己的身心 一边告诉自己要冷静 一边贪婪自落地表示道 少了,比一副看透了我的样子 说了半天,只不过是给自己添度吧 自比的军师 没错,所以咱们就一起合作 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组织怎么样 一个怪人协会都比不上的大规模组织 如果用人类的尺度来衡量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成为神机灾害的存在 到时候再把人类和怪人全都清除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幻想箱 哈哈,没想到竟然有如此不鼓动人心的演讲 对此,童帝是赤子以鼻 但凤凰男却是滋滋不倦 咱们的精神可以互通 意味着咱们是一样的 这样的人聚集起来的话 团结力是别人无法媲美的 能够成为真正一体的组织 同伴之间的算计 一生一鬼,腐败 这些统统没有 建童帝的表情开始松动 凤凰男再接再厉 优秀的人才互相吸引 是很自然的事 金犬侠也会很快的成为我们的一员 轻轻牵起童帝的手 凤凰男明显感觉到 两人的共鸣度在逐渐上升 于是缓缓蹲下申请道 童帝,我需要你的力量 从玩偶夫开始 进行怪人化强化的过程 就让我来帮你吧 还有,进入这个空间的方法 也教给你 来吧,接受怪人化进行重生吧 成为怪人神勇巨人男吧 呃,啥? 看着凤凰男共享的画面 童帝瞬间清醒了过来 真,真也太土了吗? 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 咱们还可以商量新的嘛 凤凰男想要试图挽回 但已经迟了 童帝早就下心了 我是真 你各方面都很土啊 没有办法 凤凰男只能转换模式 用一环机 在红火音模式的状态下 实力大增 一会有狗腿 神勇巨人就被踢飞了 来不及感受 则冲击力带来的疼痛 见识器那逼的一声 钻译了同地的注意 没想到时间只过了三秒 那个空间竟然不是幻觉 仅靠意志的力量 就脱离了凤凰空间 真是个倔强的小子啊 不过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 广告劝说就能成功 哼你以为用力量压制 我就会叛变了吗 没错 只要你目睹了 我这个玩偶覆盖人 重生凤凰男的完美力量 你的想法也会一下子改变的 虽然我很想让你 四肢健全的成为我的同伴 但是 华音刚落 凤凰男扁神如漩涡般 向同地洗去了 因此同地控制着手柄 操作了盾牌 不断的来回格挡 但凤凰男却实实在必得 准备再次提述 哈哈哈哈 就看看你的玩偶服 能不能跟上我的速度 凤凰火焰雄一模式 我要像削苹果一样 把你这装甲给削没了 哼 只见同地轻推手感 马鸡甲的两手间 便多了一道激光绳索 看我的两话腰跳声 炎魔机 从不及防 这攻击防御两肩固的抽击 凤凰男是直接被打了开来 趁你兵要你命 同地一股作气 乘身追击 我才是要把你削成铅笔线呢 则来势汹汹的 凤凰男只好比起锋芒 在这迷宫一般的弟弟 和同地玩起了追逐赞 然后再过最后一个弯口时 凤凰男却不按常理出拍 两道激光的火焰 从其双掌喷出 直接洗上了机甲的双手 好那摇跳声装置 也随之瓦解了 冰钩 凶鹰模式的全方位攻击 消除了你的全部防御手段 诶 这是什么 振不开 这局势转变轮到同地小兮兮了 则是雷茨烦恼屏葬 刚刚在飞行的途中布下的 好了 愣命吧 一圈就在眼前 但凤凰男却未露出半分恐惧 这样做真的好吗 让废调能够获得 真正可以信赖的同伴的机会 烦死了 然后这一击 竟被凤凰男挡住了 那拳头之下 凤凰男又变换了模式 浑身上下烈火汹汹 从其掌心传来的 那一万度的高温 倒是让其机甲内的温度 极数飙升 差点成了炼丹炉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不赶快收手的话 你这自豪的拳头 可就要蒸发咯 苗里眼显示器 信号下沉50米粗油水源 没有犹豫 同地解除了所有 输出限制装置 一瞬间 并将凤凰男一起 顶入了更生产的弟弟 底下水冷却的同时 把你打扁 但这火力全开 却也让机甲不堪负荷 点池即将爆砸 电池即将爆砸 只要开弓没有回头键 给我撑住啊 神勇巨人 刚刚 我难道 有一瞬间 动摇了吗 我完全没有要向敌人 叛变的想法 但是 同地 我需要你的力量 子虫成为英雄之后 不管怎么忍耐 怎么努力 都没有人对我说过那种话 这冲击力 就算有湖水的换冲 还是直接撞穿了湖底 往更深沉的弟弟探去了 哦 又摇晃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下水道下面弄了跟迷宫似的 而且还有一堆怪人 是有巨大的怪人在那发狂吗 哦哦 衣服也脏了 得精瓜洗一下了 这时一股激流突然冲出 将兔头直接淹没了 生气还真喜啊 原来同地那贯穿湖底的大洞 让水流灌进了弟弟的隧道 并连带着一些小怪 一起卷入了这漩涡 顺手解决掉手边的两只小怪 兔头第一次感觉到了疼痛 但没一会儿 他就被冲出了这堤坝 而同时一起被冲出的 还有神勇巨人 哦 那是啥 动画里的机器人都冒出来了 是怪人吗 感觉不像啊 难道就是他在闹腾吗 而那机甲此时 正忙着将凤凰男 按在水底摩擦 这招怎么样哦 好 先烟凑了下时间 只剩下两分十秒了 同地有些急躁了 必须赶紧解决掉他 不然他和瓦钢马 都会有危险 但余光却突然瞄到 一个正亮的光头 正在水中飘荡 这不是突击组的英雄吗 为什么会在这种深沉部分 难道是迷路进来的 我有迟疑 同地高声呼喊着他 那边穿着黄色衣服的 听好 这里很危险 我现在就去救你 请老师带好 哎雷 这个声音我好像听过 犯人就在你们之中 哦 原来是这个小子啊 不用向我挥手了 哎 什么 你说什么 声音 啊 头 是说秃头吗 太吵了 不想听到被这么说 安静一点 所以不要说 完全不对啊 我看不懂了 陈童帝分身之际 凤凰男立马转变成了凤凰企鹅模式 吃刘一身从那拳头底下钻了出来 并且那身体还滑溜溜的 任童帝如何捕获 都能从其指缝间流走 耶和你是卖鱼吗 同时在其注视之下 凤凰男仅双掌指天就将水分移结成冰山了 变少的他就是一击凤凰男级冰山攻击 自初步击方的一击 童帝直接被撞到了下一层 可恶 犯规啊 竟然还有新招 而凤凰男却在其机甲的头部不断跳脚 横横的 哼 还说别人啊 嗯 这里是怎么回事 怪 怪人的尸体 看着周身堆砌着的密密麻麻的尸体 童帝有些头皮发麻 但凤凰男却是阴森一笑 正合适你呢 坟场不就是你们人类的终点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那么童帝该如何对付这个企鹅凤凰男呢 面对凤凰空间 其余有该如何应对呢 这里是小买来卖聊 我们下期再见 还有不要忘记帮忙点个赞哟 拜拜